我們跟老師介紹一個Canva做網頁的 我先問一下老師請問你有沒有 使用過Google協作平台 Google做網站做協作平台你覺得好用不好用 來給你看一下 我左手邊的這幾個網站 這些其實我都是用Google協作平台做的 包括你剛剛看到這個或像 比如說翻轉教學這個好了 有沒有 我們做選單 像這樣子 甚至 次選單 然後我再點進去 這些 很方便 那麼Canva其實也可以 Canva也可以 所以 我這次呢有特別寫這篇文章 就是說他有兩種方式 一種 就是像老師你現在做的是不是就是 很單純的一般的Canva專案 比如說你可能是做簡報的 可能是做影片的 這個我們稱作一般的Canva專案 那 第二種方式呢是Canva 也可以直接開中名譽告訴他我要做專業的網站 那兩個就是不一樣 兩個不一樣 我們先看第一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的 第一種方式的呢 他總共呢提供了 四種 網頁風格 網頁風格 我們以 剛剛所做的這邊 我看一下 這裡 這裡 好 以這個來講 你可以看到我前面有第1頁 第2頁 第3頁跟第4頁對不對 好 你要 分享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裡 往下往下 顯示更多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變網站 就這樣 好進來了 有沒有看到這四個風格 1 2 3 4 預設簡報 簡報就跟我們按上面這個簡報一樣 所以這個比較沒什麼好講 好我們來看看第2個 卷動 捲動 你看 他都會做一個demo給你 這個沒有 好的 直接開啟 好這是第1頁對不對 你看我把他往下捲動 有沒有 這是第2頁 他就不是用我們剛剛撿報是直接這樣換頁嘛 你就往下捲動 他會有一個動畫就重現出來 他就會有一個這樣子 出現的效果 你看我按下去 有沒有一樣可以用 那 你做這一種的 我通常會 捲動 然後 這裡 我們再看一下 經典導覽跟 標準 你看我把變經典導覽 他的上面 我們剛剛那種方式 是不是都沒有選單 對不對 經典導覽就是你有把選單加進來 第1頁第2頁第3頁第4頁 像這樣 但是 到底他要顯示什麼 導覽頁 來你看 有沒有第1頁 Hello 第3頁第4頁 所以如果我點到這一頁 有沒有就跳到這一頁來 點到這一頁 有沒有跟我們一般網頁比較像 他就是直接切換頁面 但是 一定要用第1頁 Hello 第3第4頁嗎 這個可以改喔 要怎麼改 從這裡 這個東西 你看一下 東西的也開箱 有沒有看到他寫第1頁 第2頁 點到他 有沒有叫頁面標題 點進來 好比如說這個是首頁 這樣 然後這個是 你只要改了 選單就跟得變了 喔所以這個是 母親節好了 好然後這個 就真的 PHA3 好我這樣就好 那你看我再做一次 分享 從這邊 從這邊 變成 網頁 網頁 網站 經典導覽 打開 請問上面有沒有變了 這樣知道怎麼做的嗎 就是針對那個 投影片的頁面標題 你只要指定好就是未來的 網頁的選單名稱 喔所以 你如果沒有設定 他就是 照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比較了解 我們一般的做法 好 那這種方式是直接就用 剛剛講的 反正就是一般的專案 那如果你今天 我要做專業一點 因為我們剛剛那種做法 他的缺點是什麼 行動裝置看的時候 不會跟著改變 什麼意思 老師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常常有機會用行動裝置去瀏覽網站 如果他不支援的話 你有沒有感覺 你的手就在那邊放大縮小 我點了頁就要換 就要把它放大一點 那如果你要 厲害一點的 Canva 他有專門製作 適合 行動裝置 跟適合 一般電腦看的這種 叫RW型的 網站 他會自動依據你的 裝置的大小 自動調整 比如說 你看 我用 剛剛給您看的 那個網站 這裡 我現在是不是長這樣 當我的頁面比較小的時候 老師有沒有發現 我的版面在做調整 我的選單有沒有跟著在做調整 有沒有 這個叫做RWD 所以我們Google協作平台有支援 那麼Canva也有支援 只是 你不能用一般的這個來做 而是 我們回到Canva的首頁 你要跟他講 開中 民意 我就是來做網站的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你點他呢 你只會看到 Canva 網站的什麼 相關的範本 這樣有沒有清楚 也就是說 網站有網站自己的範本 他沒有跟我們一般的什麼簡報影片 混在一起 所以 你在這邊 我想要做一個商業網站 點下去 好 你可以從左手邊這裡 就看到很多的網站的效果 你要哪一個 點下去 裡面有三頁 1 然後再增加一頁 2 增加一頁 3 好 這樣是不是有三個頁面 我從這裡打開 也是123 那這個時候呢你看 有沒有感覺到 上面這個功能看起來不一樣的 跟剛剛不一樣吧 他是什麼 預覽發佈網站 老實講 這些動作 就是跟我們用Google協助平台一樣 Google協助平台發佈的時候 是不是要先預覽 對 那 而且怎麼樣 以後你改變的時候 他還會再怎麼樣 預覽一次 對就跟他一模一樣 所以你看喔 我往下走 一樣的 你看我把它打開 如果你的標題 就是有設定 就是未來的選單的名稱 這個都相同 好 那我們往下看 在這邊 你看發佈的第一個動作 CANVA也有提供免費網域 老師我們用Google協助平台有沒有提供免費網域 有有有的 在在哪裡 我關掉了 在這邊 你看我們用Google協助平台 有沒有前面大家都一樣 後面是不是你自己自訂的 CANVA也是喔 所以呢 我們剛剛在這裡 做了一個 未知名的 我先按預覽一下好了 我們看一下 你看他預覽給你看 這個是在這樣子的 有沒有感覺右上角這個很熟悉 Google是不是也是一樣 我們按一下 行動裝置 有沒有馬上改版了 你就可以馬上操作一下 那這個是未含導覽列的 你可以看看有包含導覽列的 好 然後往下往下 這裡有沒有導覽列 是不是就自動在上面 好那如果你確定沒問題 我把它發佈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這裡 你看包含導覽列 有沒有可以跟你的 自己買的網域可以綁在一起 都跟Google一樣 那當然我們現在是不是都免費的 好我就按 繼續喔 繼續 現在 恭喜你 你就來這邊 設定一個你自己的 直網域的名稱 後面是不是都一樣 MyCanva 點Site 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免費的版本 或教育版 您都可以設定一個 都可以設定一個 但是如果你有第2個網站 第3個網站怎麼辦 就會在這個的後面 你 再做 一個 子頁面 這樣了解嗎 等於說你前面這個 你取得了之後 後面就不能再做新的嘛 那我就只好 其他的以後就會都放在這裡 所以你發佈了第2個第3個 他就會告訴你前面我就把你固定下來了 那你就用這邊 這樣 這樣有沒有稍微了解了 好你看我們來試看看喔 比如說我現在在這邊 假設我用這樣子 然後按繼續 第一個的時候會像這樣子 那你描述完那些都沒問題 要不要在收信群去顯示 都可以 而且他也可以啟用密碼保護 好就很單純的 好 先發佈 OK 那麼你一發佈之後 他就會自動鎖定 好你看已經上線囉 檢查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個網址就變我的 好 但是但是 今天 我如果 還要編輯他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因為你已經發佈了 所以說如果你要繼續編輯要怎麼樣 先啟用編輯之後再重新發佈一次喔 跟我們用Google 協助平台一樣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設計 你就必須要再按一下 你才可以改 改完再發佈一次 這樣了不起的 真的 都是像這樣 那我示範第二個網站給你看 如果你說我還要再做一個 我要做教育網站 好一樣我從這裡 找個幾個頁面進來 套用一下 剛好一樣的 好 這一個 OK 那你看我再發佈一次喔 這些我都不改 繼續 來 老師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我的網址後面多了一個資料 那個 斜線 有沒有 前面這個 是不是就沒有了 他就從後面這裡來 那如果你覺得不OK的 你可以改這裡 可是前面這裡 你覺得能不能再改 其實還是可以啦 可以把這個刪掉 如果就不好把它 取消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如果你真的 不滿意前面這個 假設這個你不滿意 我們可以取消 因為 Google協助平台 也可以取消 那去哪裡 要從這個地方 從你的賬號 從你的那個 賬號裡面 我看一下 我有寫 哈哈哈哈 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 第二個 好 我看一下 往下走 往下走 可以發佈幾個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教育版的 無限格 所以你喜歡做幾個就做幾個 這個OK 跟我們 那個 一樣 如果你想要更換這個 直網域的名稱 要從哪裡 帳號設定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個叫網域 所以你從這裡 帳號設定 找到最左下角 網域 管理 是不是就可以刪除了 那當然你已經發佈的那些他就把你收回來 這樣了解 檔案還是會在但是就是要重新發佈 因為你要 產生一個新的網域名稱 檔案還是會在 也就是說你的 這個網頁檔案還是會在 可是他會變成沒有發佈的狀態 因為已經沒有那個直網域了嘛 這樣了解 他只是去把你把那個 網站跟網域對應起來那個動作而已 對對對不會不會說你的檔案就不見了 這樣老師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好所以我們利用一點點時間讓大家知道其實 只能說CAMBA太萬能了 能夠做的東西好多 那有機會老師就可以多試看看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可能差不多 那剩下 兩三分鐘 老師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 所有的問題都在回家之後 沒關係 反正老師你 有機會你先用看看 那如果說您在使用上有問題 你在我部落格上 都可以找到我的E-mail 歡迎你跟我聯絡 我們都要提供售後服務才行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